這個政府管治之下 這個政府還怎樣有得救呢 到今日我見到 林鄭只是希望拖得多久就多久 而越拖下去就希望 民意的怨氣就可以自然平息 但是我想告訴林鄭 就是區議會的選舉結果 已經很明確地、清晰地 毫無疑問地反映了市民的清晰意見 就是對政府表達出充滿憤怒和怨氣的 究竟林鄭政府何時才可以面對現實呢 剛剛在上星期三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美國已經通過了 成為了美國的正式法律 美國的人權法通過之後 估計其他國家都會陸續地跟隨 一半年以來 警暴的問題、濫暴的問題 政府漠善民意等等的問題 已經不是單單香港內部的問題 而是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人道危機問題 終於證明香港人權問題是有多險峻 至到今天 林鄭政府依然試圖以拖延 施語和施語警暴這個策略 來解決 因送中條例所引致的困局 這種做法不單只是愚蠢 而且是無效的 更加突顯了林鄭對民情的無知 五大訴求決定不可 早已是市民的共識 讀七月的時候 社會各界都要求政府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由特區政府提出送中條例 導致產生亂局的因由和責任 當中尤其是針對警隊的濫捕 濫權、違規的傷人 以及有沒有因為警權的濫捕 導致到有市民的死傷等等的真實事件 要作出調查 但是到了今天 很多市民都已經是無法再相信 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可以足以 去還原這個真相出來 原因就是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已經是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根據之前中大的民意調查 顯示出有一半的市民 對警隊的信任度是零分的 而今次的調查當中 亦都是反映出 就說應不應該大規模地重組警隊 結果結果七成人同意 這個民意是非常之清楚 如果單獨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已經不足夠的 這樣政府就怎麼可以 還在那裡擠起人 又要搞一個叫檢討委員會出來呢 已經從原初的一個政治問題 已經變成為一個警民衝突的問題 甚至乎是民鬥民的問題 其中主要的原因 就是林鄭政府已經失去了管治的自主權力 雖然眾所收支 大家知道 掌生殺大權的話 是中央政府 林鄭政府 從來都只不過是政府一塊雷 所以 他對議會的機制 對香港人 他都毫不尊重 同時 更加以 中共針對不同政治立場的群眾運動 慣用的伎倆 對香港人 來處理香港事件 就是什麼呢 就不會退讓 只會鎮壓 現在加上抗爭者 以至於普通市民 其實我們怎麼會不明白 這個情況呢 所以很多抗爭者 怎麼樣呢 他知道你們只會 不會退讓 只會去鎮壓 這種態度呢 他最後採取什麼態度呢 他採取就是以死流相間 香港年青人 對著這個政府 是十分絕望的 他要死 你要表示他們不滿 這種不是可悲嗎 昨天 我聽到莫乃光議員說 他就覺得 林鄭很可憐 因為他連辭職走人都不行 連一個小小的決定 都受制於中共 不過 我覺得 莫乃光議員 是太過善良的 我就不會可憐一個 摧殘了千千萬萬 無辜的年青一代 香港人 被林鄭和她的政府 折磨得很慘了 林鄭作為一天 香港人就痛苦多一天 其實 如果她真的想辭職的話 怎麼會走不了呢 除非她告訴我 有人用槍指著她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下台呢 根本就是她在這裡 繼續亂賺這個權威 其實大家都明白 如果特區政府 失去了管治的自主權 又用武力來鎮壓 來解決問題 只能夠不斷地 賦予警隊 使用暴力 要權力 而最可怕的就是 沒有管制的權力 最後根本就不受到任何的監察和制衡 我們看到 包括警隊 可以不出示意的委任證 出動的時候 可以不佩戴警員編號 在街上執行任務的時候 可以肆意地辱罵市民 甚至對我們議員都呼呼喝喝等等 不過 一切都是小問題來的 都是不太嚴重 真正嚴重的就是 警黑公然地勾結 來對付市民 我相信市民 影視都不難忘 721這個恐怖事件 除了721之外 我們見到的 我們就是香港市民 每天出街都提心吊膽 為什麼呢 他們不是怕示威者 他們是怕這群黑警 為什麼呢 他無緣無故可以向著你的臉 噴胡椒噴目 他無緣無故可以亂放催淚彈 我們見到最近的中大和理大 情況就是 警方瘋狂地放催淚彈 而更加很多時候 在毫無預警之下 就是放這些 黑警人開槍 還要拘捕一些救護員 綁住他們在這裡 還要打他們 這種做法 顯示出 整個警隊和政府 都殺紅了眼 幾乎是想吹了整個香港 其實 政府怎麼會不知道 香港人對中國法制 是完全不信任呢 大陸政府 怎麼用這個公權力 去誣告平民 我們見到過去很多案例 香港人是非常清楚的 香港人害怕的就是 不知道哪一天 就自己會成為一個下一個的鄭文傑 或者下一個的李波 或者桂民海 被迫接受是不透明 不公平的審訊 還要在電視鏡頭面前呢 是要認罪道歉 明知道香港人不信任中國法制 林鄭政府依然要強行推出這個逃犯條例 這是毫無政治判斷力的決定 一手造成今天災難性的結果 甚至不惜將香港變成一個警察的社會 縱容警察濫用暴力 令他們更多是有錢無恐 聲大各大地去抓人打人 就連一張屋城都不放在眼內 而政府就是衣官楚楚地這樣 去說呢 說這班是暴徒 說他們暴亂 說我們市民呢 為什麼不跟這些勇武者去割席 但是政府從來沒有認清了背後真正的原因 就是政府首先背棄了民意 令到市民呢 是與此為誤 寧願是要支持抗爭者 從林鄭連初策劃要賣港送中開始 她走的每一步都是將香港推向一個萬劫不復的地步 其實無論警察或者示威者 哪一方在衝突當中受傷 大家都不想 但是此作總者是誰呢 就是林鄭 但是很可惜 我們見到林鄭到今天為止 他毫無損傷 只是怎樣呢 就躲在警察背後 看著人民鬥人民 不惜地去斷送一代的香港年輕人的前途 為了回報在這場運動當中 犧牲的受傷流血的 陪伴上前途的出售警察 無從深淵的香港市民 林鄭月娥呢 只得下台 來回應 回報 一個的時間裏面 他所走出來的一些罪行 我覺得 特區政府 你不要做駝鳥 你要真正面對事實 面對現在目前市民大眾 這樣脫棄你的政府 如果要挽回這個政府 挽回這個管治的威信 唯一的途徑 就是政府 不單止要出來向市民道歉 去重組警隊 去回應五大訴求之外 林鄭 你必須立即下台 主席 不然僅持陳詞 梁繼昌 請進來